文化纪念馆的成立 也希望能够提醒大众 记得宽和坚韧的精神 以宽和坚韧与洪孝道为本 在文化纪念馆内会看到许多的古物 与不同的建筑风貌 回馈给社会大众来免费观赏与导演 以环境来说法提醒世人不要忘本 建筑家最重要的一个动机 第一就是说我们主持有介绍过 就是打赏我们的主席 对我们建筑家的这个照顾 第二是打赏无闻 第三是回馈给我们的社会来这个观赏 就是这么好的这个所在 给分享给乡亲 给大家可以来共喜 这是我的愿望 希望在这个众教里面 会更加祥和 这是我的这个愿望 当然在这个建筑的动感 我们有很多神奇和欺识 包括说在这个世红 幼稳哥建筑的总绩是 饮水俗丸 这个弘扬孝道 在这个部门 免败这些仙人 饮水师缘 做个有情有义的人 这个社会 大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彼此之间构成共同体 来到文化纪念馆 以古人的智慧与持配教化 处处都能够提点大众 十方新闻 归文许建议 评当采访报导